各位好 今天4月11号 我是五月菜人 吃了吗您的 匆匆忙忙啊 从东京就赶过来了 倒不是说东京有什么不好的地儿 实际上呢 就是说对于我来讲啊 可能是在 应该说是在这种京都这种小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 是一只这个乡下猫 进了城之后呢 就晕 看着这个周围 这就是您举目四望啊 这人头超过了100个 然后我这边呢 就无端焦虑啊 然后我们家那口子就跟我说 说一到大商场里 我整个身体就就显得很崩 很僵硬 就是就能看得出来很僵硬 倒不是说那些东西有什么说特别贵 你想那些东西也不是什么商场嘛 对吧 就主要是看人 人一多了我就就受不了 尤其在银座那地方 这个在那待着怎么走怎么难受 大概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 见到了军宁先生之后呢 就是刘军宁 刘军宁呢 我一直是认为是我的那个精神上的导师之一嘛 然后呢 他见到他 人也很好 现在在那边也生活的很不错 可惜的是没有见到秦辉先生 这个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下回如果有机会吧 再去看看秦辉先生去 这个可能这两位都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前辈啊 前辈 能够说跟他们坐在一起吃个饭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应该叫荣 感到荣幸的事情了 至于说人家的学术如何 这个我只能说 我最多是看看人家在说什么 没有能力进行评价 但是我觉得人家做的确实很好啊 这是这这点小事 那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呢 是这样的 就是有朋友就是说 哎呀 你那天做的关于铁链女那个事情啊 你你你你还 你是不是别人又说了什么了 对吧 比如那个推特上崔崔崔崔传长又就写了一个长文 其实在我们看来那不叫长文啊 就是说大概嗯 反正略略显有一点长吧 网络时代就算长文了 那说了一些东西 然后怎么说呢 说要不要回问我要不要回应一下 我说大概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我不跟别人讨论呢 吃饭还是吃屎的问题 就是到那个时到他原来说的那些东西 大而化之咱们还可以聊一下 那现在他如果把那个整个他所思所想这么写出来之后 我觉得如果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就等于是我在怎么说呢 在讨论吃饭还是吃屎 或者是要不要吃人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家那口子就说了 说现在咱们居然讨论要不要吃人的问题了 对吧 那我在十几年前甚至于二十年前上网的时候 我们讨论的是那个宪法的司法化的问题 对吧 我们讨论的是这个麦春的非罪化问题 记住还是非罪化不是合法化 那我们讨论的是死刑的存废的问题 但今天如果我回过头来 再用这再看到某些人用偷换概念的模式 把这个把这个一个一个这种叫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明显的买卖人口的事情变成了一个 它是一个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 那这个玩意儿我见过的太多了 那如果我要去跟人去讨论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是对我个人的一点智商的一点小小的不尊重 我虽然是不是一个聪明人 那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是对自己这点智商 以及这点这点脸吧 还是想要的 对吧 有可能有些人可以不要 但是我得要 对吧 当然了 别人可能觉得说你还要什么脸 对 可能也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还能要点脸吧 所以我不跟这样的人讨论问题 那就算了吧 好吧 如果要是这样的这样的模式去讨论 真的是太太丢人了 太丢人了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什么呢 聊的是这个许志勇 许志勇先生呢 他是他其实比我小 他是在七七三年三月多的三月的生日 比我大概小个四五个月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 那我第一次见到他呀 大概是他在03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是在03年还是02年 我有点忘了啊 就是孙志刚案三博士上书 那个事情之后 他那个时候呢 才真正意义上的走到了公众视野当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这个印象 就是孙志刚 因为孙志他是一个大学生嘛 然后呢 他这个被收容遣送 最后被打死了啊 结果呢 引发了这个南都的一个 南方周末的一个报道吧 好像是还是南方都市报 我忘了啊 后果呢 是这样的 就是收容遣送终于在几乎所有人的抗议之下 那变成了就是一个作废的东西 就是废止了收容遣送 那当然那会儿就已经那个有了巨大的争议嘛 就是好多人就觉得说那收容遣送这件事情 对社会的安定团结还是有好处的嘛 对不对啊 这个那这些人如何如何 但是呢 因为一个大学生 他其实不是一个应该生活在社会底层那些人 他有合适的这种工作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呢 像这种恶法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他会呢 让所有的这些执法人员 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模式 就是把尽量多的人给纳入到他管辖的范围之内 然后呢 进行这种伤害 或者是通过这种伤害和威胁 让对方来那个来付出代价 对吧 这个代价很有可能是钱 很有可能是其他东西 甚至于呢 作为人质 让那个国家来进行的某种程度的奖励 孙志刚呢 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而这个受害者呢 恰恰是我们当时所谓的20年前大学生 还是很值钱的 那他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是个天之骄子 结果呢 就因为这个被打死了 这个呢 就等于是 那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愤怒 这个时候呢 有三位博士 就是法学的博士 然后呢 上书 上书 有点这个公车上书的感觉 其中一位呢 是徐志勇先生 还有一位是腾标先生 还有一位姓于 现在呢 已经销声匿迹了 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个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再后来没有看到他 那像这个他进入到了宫中视野的时候呢 就是我非常有幸的 在某些研讨会上 呃 在见过徐志勇 但是他的这个 他为人呢 正经来讲是一个 应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啊 就是因为我交 跟他的交集还是比较少 就是参加研讨会呀 或者怎么样 吃个饭 可能是到头了 那就是脾气呢 还是比较急 但是呢 本身呢 是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那种赤子 赤子之心的 是天真的 而且他的经历也很怪 就是他因为一篇 那个最开始 他拿那个小 第一次在那个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那他呢 拿了 他是批判他的那个 就一个叫朱苏利的 中国很著名的法学家 他有一篇文章在批判 就毕业论文批判他 结果没拿到毕业证 然后呢 后来呢 他又考入到这个朱苏利的门项 就在 重新有读书 应该是 是北大 还是是哪个 然后再拿 再拿到了学位 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证明中国学术界 因为朱苏利是一个 就是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 他的某些思想 但是呢 他们这种 这种学术的来往 它是不是互相使绊子的 它是只是 大家有所不同吧 对吧 侧重点不同 这是也挺好玩的一个事情 那后来就是 他一直在从事一种 公民的教育活动 比如说 他所做的这个公盟 公盟呢 是一个 怎么说呢 原本呢 是想做成一个NGO的形态 这个NGO呢 就是说 中国的对于NGO的这种管理 是不可能让你做出来的 你有些东西你可以做 比如说 你去给人修桥补路啊 或者是说 你说那个 像我们那会儿的 要捐钱的那些地方 是去给那个贫困山区的孩子 去弄一些东西啊 然后这些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要想做一个公民意识的培养的一个NGO 或者你要是去做一个维权的NGO 那等着你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被打死吧 所以呢 他们就没有做这个 就没有办法去注册正规活动 就只能注册成这个公司的形态 然后再往前这么走 一直一直走 就会被各种各样的 那你想中国的 他想弄你的还不简单 查你说一就行了吗 对吧 你就你做的多好 其实不重要 其实中国的这个很多法律 就是说 只要想找你麻烦 你就肯定能够被翻出毛病来 那公盟啊 就有好多次就被这个查抄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呢 许志勇这个人呢 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说好听的 肯定叫做 就是情商高的说法呢 叫赤子之心 对吧 这个说不好听点 就是比较轴那么个人 他是一直以来的 他认为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要进行这种公民教育 我要是去把这个 把这个就是一点一点的 从法治的这种 因为他学法的嘛 法学博士嘛 从法治这一块呢 推进更改这个法律 然后推进这个 推进整个的社会的进步 这个也是他当时在海淀那一边 当人大代表 就是非常偶然的去选上了 这种是还当了两届 对吧 后来就不让他当了 那是这种情况出来的 那他认为我是可以用这种 渐进的模式进行更改的 对吧 但是说实话 就跟我其实跟山哥呀 对他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 就是实际上来讲 你作为一个 你作为一个法学的这个研究者 或者是践行者 你应该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这种 就是中国司法的这种现状 尤其是这些年 对吧 那你这种想法 其实是怎么说呢 是一个说白了 我说的更明白一点吧 是一个妄想 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中国一定不可能用这种模式 就是在公民教育的状态下 然后呢 组织把整整体的素质提高 然后把这些东西做好 然后最后进行推动司法的改革 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这个东西是中国一定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司法的东西永远扛不过枪杆子 也扛你的法是比不了领导的看法的 对吧 这个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事情 那虽然是如此 但是他一直还是在做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出事的原因 就是他一定要搞组织 就是他 你比如说他被抓的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在厦门他们开个会 对吧 你想我党是从哪干出来的 我党就是干地下党干出来的 练组织练出来的 在红船上开会开出来的 你在这地方 你再弄一个厦门会议 那他能够不知道 然后他就等于是被上名单了 他东躲西藏了一段时间就被抓到了 这个是一个看上去很悲伤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来讲 就像我在推特上说的 这是一个求人得人的故事 他应该是早就知道的 就像原来我们一直在说 就是这些中国的维权律师 互相之间都有这个叫做 怎么说呢 就是你出事我给你辩护 对吧 我出事你给我辩护 其实大家都心里有这个 都有这个预期 你想709那件事情 就是抓律师的这个事情 那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吗 这是我党的正常操作 但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对吧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那他就被抓了 抓完以后 这段这么长的时间 才终于宣判到了14年 比那个怎么说呢 比这个买卖人口的 对吧 都判的时间长 他干了什么坏事了 颠覆国家或者怎么样 他颠覆的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扯淡的一个罪名 对吧 那他比这些他他比这个叫什么 呃 董志明呢 这个判9年的这个要多吧 他比那个那个呃 那个人贩子判的要多吧 那也就是就是如此 这个就是就是这样 他应该是在这些律师当中判的时间最长的14年 呃实际上而言在这个对异议人士判决当中呢 呃现在不不讲究说是能够直接无期了或者怎么样 都是年份看年份了 哎 这个最长一点都是像什么任志强啊 18年啊 孙大武啊 18年呢 当然随着随着那18年的时候还把他所有的财产 还有他家人也都一起弄进去了 那这个是这个是一个现在的正正规操作 呃 所有的这些的原因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搞组织了 你只要是搞组织 你有这力量去把这个东西 他就有人说那个他是发表了那个什么对习近平的那个咱咱 圣上那个劝退书啊 或者是任志强是那个原因 其实都不一定是 最最大的问题 当然我我们圣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圣上是一个完全不容别人说什么的人 而且呢 就是你别看圣上看上去憨斗憨脑的 对吧 你可能说一棍就是就 你说圣上有一个他脸上的表情经常是让人觉得他是三棍子打不出一闷屁来那种人 你知道吗 但是实际上他因为从小啊就是那个就是缩在别人后面 胆小然后被所有人嘲笑他对任何的他的权威或者他个人的什么东西你只要嘲笑他 你只要嘲笑他他的反应是极大的 这个呢大概来讲啊 他许志勇搞组织大概是判这个判了大概一半这个年头七年 然后呢让圣上的这个没面子这判了另外七年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视作这种判决 大概也就是如此 可是呢虽然我不赞成许志勇老兄的这个呃他的这种理念 因为我不认为中国的这些东西可以首先你不太可能让你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进行公民教育 对吧呃让你进行司法的改革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嗯 嗯很多人也不想他们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那个太费脑子了什么不费脑子 爱我不费脑子呀对吧圣上挥手挥前进他不费脑子呀 所以呢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容易的那你要想去整体的去去把自己的思维理清 把自己的这个呃从头到尾建构一个那个能够自洽的自洽的这个价值观或者是那个整体的世界观的体系 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不会有人去做还加上从小就开始大家一直在各种用各种方式给你洗脑啊或者怎么样的你是很难去架构的那他这种努力肯定的来说是民间做这个事情就是你是不可能能成就的你可能有一些这个叫有一些人啊很少很少的一点点的人可能呢会有这个一些叫什么呢嗯有所领悟 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比例太少太少了我不觉得是这样的除非是改了一个政权有这个政权或者掌控了一掌控了一大部分社会资源的这种人 然后他从小开始或者是全民开始整体的公民教育才有任才有可能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时候整体改变中国的面貌 否则的话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情对吧就像俄罗斯也是一样啊俄罗斯那是那是呃呃等于是我你想想看九一呃九一年吧他倒的 九一年那个倒的时候哎呀这个这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的普京普京帝国 那还有什么区别呢他即使像他那样呢你可以自由传播啊或者怎么样他依然是一个强力控制的而且他的本体本体的文化又没有改变是一个很费劲的事情 你像台湾也是如此台湾也是经过了几十年一代多人两代人才能够今天有今天那种抗争呢是一个包括美帝岛啊包括什么这些人他们才真正做起来的这个事情而且人家还人少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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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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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会觉得有共产党会让他减刑吗 对吧 你不太可能 对不对 他也不会认错 他是不是能够活着出来都不太好讲 但是还是那句话 美好的仗他打过了 我们这些所谓的逃兵只能够说佩服 你们是真厉害 将来总有在中国的历史的耻辱注上 有一大堆的名字 可是中国的轻史之上 你们是能留名的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下车继续